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以芳疗为主题 节目的现场是我们的芳疗老师 瑞玲老师 那我们请她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陈瑞玲 瑞玲老师 我们可以先来谈一下是 我知道您好像有西医的背景 怎么从我们所谓的正统的西医来转到 一般我们说的辅助疗法 就是像芳疗这个方向来发展的 刚开始会接触方向疗法 是因为在护理学院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辅助疗法的选修 那时候我很喜欢香气跟植物 所以我就决定选修了方向疗法这门课 一选修之后我发现我好喜欢它 就是有香香的味道 然后又可以帮助身体 帮助情绪得到一些舒缓 所以在课程结束之后 我持续跟着我的老师 左老师持续学习 然后毕业之后 我虽然到了护理的临床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方疗 所以我以前在下大业的时候 还会去学习方疗 去讲课 还有到安宁的个案的家里 帮他做一些服务 那这些都让我觉得很充实 很开心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下定决心了 我以后就是要走方疗 它就是我想要的职业 对 这听起来好像是 一见钟情 对 就是爱不释手 一碰到了 哇 原来这个频率都相近 对 了解 所以这样子 那当然很自然而然就 转到了你最喜欢的方疗的方面 那除了喜欢兴趣以外 那假设说我们一般民众 那他如果也是想说 我要学方疗 你要给他什么意见 是说这样子对他是有帮助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已经在使用方疗 像是我以食衣住行来举例 像我们在吃的方面 我们常常吃的 青酱海鲜意大利面 还有我们的九层塔蛤蜊汤 这一些我们都会把植物的香料 放到食物里面运用 因为像是青酱的田螺乐 九层塔的神圣螺乐 像它里面有一些结构像分 它可以促进我们消化 还有减缓一些海鲜含量特性 那像我们住的方面 我们会把一些檜木粉 张树粉放到衣柜里面 或者是去熏衣服 其实就是运用这些植物里面的 像是檜木榫跟张树桶 帮助驱虫 或者是帮助医物 有芳香的一个效果 那像我们很喜欢下班之后 经过花店 买入玫瑰花 回家摆放 然后闻得香香的心情 觉得很好 是因为我们知道 玫瑰它里面有一些纸 一些本以存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香气 闻起来会让自律神经放松 很自然的回到家 就是一种很轻松的感受 所以我们学习芳寮 学习认识植物 我们可以活用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照顾自己 所以听起来是 我们不知不觉 其实都在使用芳寮 只是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只觉得 这个很好 这个很舒服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我们知道 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更有系统的去 让芳寮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 一般我们说芳寮 这是感觉好吗 还是说 它真的对我们的身心里 都有真正所谓的 实质的帮助呢 是有 我所谓的实质帮助是说 有没有临床证据 还是说只是大家觉得 很香很舒服 好 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芳香疗法它是什么 那是芳香疗法呢 它是一种辅助的疗法 它会运用植物 它所萃出来的精油 跟花水的部分 那这两个植物部分呢 都含有植物的结构 那这些植物结构呢 在涂抹绣纹之后 进到人体里面 它会帮助我们的自律神经 皮肤 呼吸 身体的各大系统 带来的振奋 或舒缓的效果 因此它是现在很常运用呢 在临床上面 帮助生理情绪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像大家很熟悉 真正寻仪草 可以帮助睡眠 情绪镇定 那是因为呢 它里面有一个结构叫止 闻起来甜甜的 虚拟草味的这个结构 深呼吸之后来到大脑 它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平衡 所以会带来的效果 老师说的那个止是 它是一个有字边 然后一个圣子的止 一个特殊的 植物化学结构的单字 那在文献的部分啊 其实在国内 国外的文献都有 那国外文献的话 大家可以上SCI 它是科学引文的 所以 那它在美国 它有很严格的审查 那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很多方向疗法的研究文献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呢 想说课后 想找一些书来看的话 很推荐大家可以看 进阶临床方向疗法 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由英国的护理博士 Jean Bacow 他所集结哦 临床的研究而成的 那这个研究 运用在成人啊 儿童啊 身体的各大系统上面的运用 所以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呢 从不管是网络或书本上 去找到相关的研究知识 所以它真的是有临床的研究 有 所以不是像我们刚刚感觉 一般外面还没接触方疗的人 可能都是觉得 那个是精油很贵 然后就是香香而已嘛 就是看你要闻哪种香 你是要这种香还是那种香 没有什么好像对身体 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可是事实上是真的有 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实验证据 有有很多的实验的 那您大概多少年的 方疗的教学经验 已经十年十一年了 那这么多年经验中 应该有印象深刻的咯 有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年我们在安宁病房 在进行圣诞节的感恩讲座 那一场讲座呢 我们就是请家属 还有可以坐轮椅的歌案 那有一些歌我们就推着床 直接到我们上课的讲座的地方 那当天就请家属呢 去做舒心的按摩油 跟护唇膏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带着家属 为歌案来做抹油的一个动作 然后当天呢 有一位老先生 他帮太太呢 去做手部按摩 那其实他的手 也是因为生病 所以会赞抖 但他真的很用心的 想要为太太抹油 那抹完之后呢 我们就请家属 把护唇膏涂抹在 歌案的嘴唇上 然后先生就涂抹在 太太的嘴唇上 那时候 老太太他就哭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护理师就赶快问他说 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哭了 然后那老太太 他用台语说 他这些人啊 他都没这样做过 可是他这一辈子 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然后护理师就问他说 你很感动是不是 然后老太太就点头 然后那时候 其实在场的大家 就觉得感动的 就心有点酸酸的感觉 所以我每一年 到圣诞节的时候 只要那一阵子有课 我一定会做护唇膏 然后都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所以其实从这里 我真的是感觉到 方向疗法 它是一个很温暖人心的 一个辅助疗法 它有我们的心 有我们的手 出发 把植物啊 它的疗愈力 疗愈价值 把它绽放出来 嗯 哦 那那个护唇膏 是有神奇的疗效 是因为有爱心在里面 哦 那我们从真正的实质看 那个护唇膏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吗 嗯 其实我们的护唇膏啊 用很天然的植物的可可纸 还有和喝把油 以及风蜡 这三个植物结构啊 其实像风蜡 它就有很好的帮助呢 固形跟防水的效果 可可纸呢 它有带来滋润 提供呢 必须脂肪酸的作用 嗯 那 呃 和喝把油的话呢 它有很好的 SPF4的防晒系数 那它也有滋润唇部的效果 所以这三个植物 再加上呢 一个你喜欢的精油的气味 那当时候我们放的是安息香 那安息香 它对唇部有很好的照顾作用 那它有很好的去火化腹脚感神经 所以其实会带来情绪的 比较平稳的效果 嗯 了解了解 像刚刚讲的这些名称 我们印象中有听过 像 呃 像最刚开始 老师有提到 真正薰衣草 然后吼吼吧 这是我们都常听到的 那在这些呃 这么多名称里面 那 在我们的教授的课程里头 是有包裹在里面 还是说 有特别分 这个是什么类的人 才能学到什么样的 然后要更进阶一点的 就再去学另外的内容 嗯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啦 我们在系列课程当中都会上到 例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开课的 是方向疗法的生活班 那这个生活班呢 它很广泛的可以运用在 全家人的生活保健上 那其实每一堂课呢 都会有主题 像是有呼吸啊 皮肤 肌肉关节消化 或循环系统 那从这个主题里面呢 去延伸呢 两样的精油 然后还有呢 植物的 像是植物油的部分啦 等等的 那也会呢去做手作的DIY 让大家呢 可以直接去运用在呢 生活上去做照顾 那另外呢 也有方向疗法的 情绪呵护班 这个系列呢 是特别针对 情绪照顾去做设计 那因为现在大家 生活压力都很大 在自律神经上 很容易就会有失衡的状况 而引起的生理症状 那这个课程呢 会利用呢 特别的植物 去运用在情绪上 去做讨论 像是情绪的焦虑 低落 沮丧 失眠 等等的一个症状 那一样呢 会搭配手作 那这堂课比较特别的是呢 会教大家运用 辅助疗法的一个部分 来带来呢 身心 比较深沉的一个放松 那在情绪的部分 有延伸的系列 像是情绪 洞悉卡的课程 这个课程呢 会运用到 42张的植物卡片 那它代表 42种情绪 那每一个情绪都很重要 没有好与坏 情绪 它帮助我们学习 跟成长 所以呢 我们来运用这个卡片呢 当作是一个桥梁 来帮助自己 看见真实的感受 也帮助自己 去看见家人 或者是你 个案深层的感受 那这个课程 常常呢 就很多 就是想要认识自己的 或者是有些资商师 也会来上这样的课程 那最后呢 有一个叫 临床芳香疗法师的认证班 这个认证班呢 它是很适合 想要培养第二专长 或者是你想要 很深入去了解呢 植物 运用在身体各大系统上 可以来上这堂课 认证班呢 对 认证班 所以是谁 谁发的证 是澳洲方疗师协会 哇 所以假设说 我上完这堂课 然后经过考核 我通过了 得到认证 那我可以去 开课还是 我们这个课程呢 有两个阶段 上完第一阶段之后呢 同学是 都可以开呢 像是讲座 或者是呢 开一些像个别班的课程 那我们有蛮多呢 是护理人员 来上课 那就会运用在他的临床 比如说安宁病房 去帮助运用在 个案的身上 所以他就可以 称为他自己是 方疗师吗 对 方疗法的 咨询师 咨询师 那简称就是方疗师 嗯 了解 那如果说我要 成为老师 我真的要来授课的话呢 会建议要上完第二阶 因为 这个课程有一阶跟二阶 一阶呢 它会呢 是运用在方疗法的 植物结构啊 在文献啊 临床运用上 深入的讨论 那大概会上到 九十几种的植物 那在二阶的部分呢 会更深入的呢 去运用一些呢 临床常用 但是生活上少见的植物 那再搭配呢 正统的方向疗法的按摩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呢 很帮助个案 还有很帮助呢 自己在授课上 嗯嗯 所以还有按摩啊 真正碰到人这样子 对 所以 它不是只是 乒乓 这样 就是闻香 它是还可以在身体上 做按摩 对 哦 OKOK 哇这个 刚刚老师说 九十几种 再一阶就九十几种 对 那这些人 他真的得把这些 背起来吗 其实我们上方向疗法的课啊 不要背 运用香气 去做记忆 一个气味 就是一个植物结构 就是一个治疗的价值 嗯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 借由气味的方式 让大家记住它 所以 当你在闻到这个气味 你就很自然的 就会知道 它可以为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生理作用 嗯 所以通常上完课之后 大家其实都可以 很基本上的 直接运用出来 嗯 哇 这还好 还好 用气味的方式帮助 对 那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在生活心灵 呃 情绪等等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 假设啊 我现在举例 就是一般人我们最常 呃 假如说压力好了 嗯 我们现在生活 呃 就资讯源太多了 有要看这个 要看那个 然后 忙了一整天 好像都没有做到事情 可是好像忙了一天了 那这种 对自己的压力 呃 有没有特别 我们一般用什么方式 嗯 对自己的压力啊 如果说 压力造成的情绪 容易生气愤怒的话 嗯 非常适合呢 用呢 籽类 就是有甜甜味道的植物 就老师刚刚说 一个有一个 圣子的籽 圣子的籽 那个籽 像是大家常用的 真正薰衣草 嗯 还有罗马羊柑橘 这个闻起来 甜甜的籽 它有很好的 活化副交感神经 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呢 在愤怒 或者是生气 或者是焦躁的情绪上 得到平缓 所以大家有发现 如果有在喝花草茶的同学 也会发现 真正薰衣草 罗马羊柑橘 也都是运用在帮助呢 下午放轻松 睡前入睡 很重要的花草茶 其实就是运用到呢 里面的植物结构 OK 哇 那其实信手拈来 其实都可以帮助自己 只是我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它真的就是让自己情绪 在那边飘来飘去 嗯 刚刚老师提的真正薰衣草 为什么要叫真正呢 是有假的 因为啊 薰衣草啊 跟它有分很多种品种 像我们常用的哦 就有真正薰衣草 睡状 薰衣草 还有醒目 薰衣草 那在这三种薰衣草里面哦 只有真正薰衣草 是类的结构 只有它具有呢 帮助镇定放松的效果 另外的醒目 跟睡状 它们两个里面含 比较大量的氧化物 这种结构 它会活化 交感神经 所以常常有同学 就会兴奋起来 对 没错 所以常常的同学会问我说 为什么它用了薰衣草 越用越有精神 对啊 对 因为 用错了 对 用错了 不同的植物结构 所以上方疗课程很重要的是 要了解植物结构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真正薰衣草 对 不是形容它是真的薰衣草 不是 因为它英文叫做Travender 所以就翻译成真正 真正薰衣草 OK OK 所以有三种不同的薰衣草 对 然后真正薰衣草是可以帮助副交感神经 对 让我们的情绪比较平稳 对 另外那两种就是可以刺激活化 交感神经 对 原来这个有这么大的差异 对 那我们最近对防疫啊 因为我们也在疫情也好久了 那我相信方疗应该对疫情 或者是像我们有打完疫苗以后都有很多副作用 这个痛那里痛 然后那方疗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有的 像是最近大家陆续在施打疫苗 那打完疫苗之后的肌肉的局部疼痛 很适合用真正薰衣草加茶树去涂抹 就是注射的局部 它可以减缓局部脏痛的程度 或者是用这两个植物去做成精油的贴片 去贴住 那它也一样可以减缓疼痛的效果 另外常见的像是肌肉痠痛 尤其是肩颈很常见的肌肉痠痛的话 注射完疫苗之后 可是可以用呢 像是田螺乐或迷迭香 把它涂抹在肩颈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植物啊 含有分跟痛 所以它可以呢 帮助肌肉的放松 还有帮助呢 力循环 那如果呢 像是会有恶心 或者是食欲不振 吃不下 或者是脏气这样的状况的 可以藉由呢 像是绣纹啊 甜橙甜菊 柠檬 跟按摩腹部 去帮助缓解 那同学就问说 如果我手边没有精油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新鲜的植物 像是食欲不振 这样的 或者是消化脏气的问题 可以直接去市场 去买香吉士 或者是买柠檬 那把它的皮刮破 因为啊 这些植物的精油 就在果皮上 把它油囊刮破之后 去深呼吸 深呼吸的过程当中呢 精油的结构 就会进到身体里 就会带来呢 我们希望的影响 所以你会发现 闻完柠檬香吉士之后 脱衣会分泌 因为脱衣是我们第一道 消化先体 当脱衣分泌 我们的消化系统 就会跟着活动 这就很好的 可以帮助排气的一个效果 另外 像是外出的时候 在疫情期间 我们一定都是 也是要外出的 我们可以呢 将精油啊 滴在化妆棉 或者是纱布上面 再放到口罩里面 就可以增加 呼吸道的防护 那在口罩上的运用呢 其实很适合 去用叶片类 叶子类的精油 直接放在口罩上 滴在口罩上 不行滴口罩 不能滴口罩 因为口罩滴了精油之后 会破坏口罩的结构 所以我们要滴在纱布 或者是化妆棉上面 然后再把化妆棉或纱布 放到我们的口罩里边 这样才不会破坏口罩的结构 了解 那刚刚讲了说 注射部位会肿痛 那个 那茶树 还有真正薰薰草 譬如说我打针孔在那地方 那我就抹在那附近 还是说不要碰到针孔 还是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打完针之后啊 那个小小针孔 它愈合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回家之后 如果会担心 就抹在那周围 就是抹在针孔的周围 那其实如果你感觉到 它也就是你放心了 而且它你知道它也愈合了 整只手臂去涂抹 都没有问题的 那涂抹上我们不用唇剂 因为唇剂会比较刺激皮肤 哦对 唇剂 对 这我也很想知道 这什么百分比多少 加什么油的 这个很重要 嗯 对 那不用唇剂 因为唇剂的话 它会比较刺激皮肤 所以我们会做调配 调配的话呢 我们会呢 放上植物油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大家就可以稍微记录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用 10滴的真正薰衣草 10滴的茶树 再加上20ml的植物油 嗯 那植物油 大家就可以选手边油的 像是苦茶油啊 橄榄油都可以 因为植物油 真的一瓶装那种苦茶油啊 对 对 那可以使用 哦 居家其实就 厨房就都有这些植物油 嗯 因为植物油在这边来说 就是一个载体 嗯 就可以帮助稀释精油 那刚刚这个剂量呢 叫做3%的剂量 它是非常安全 纹合运用在成人的身上 那这个也是 临床的研究文献出来的 那之后有机会 我们在课堂上 会跟大家细细的 教导大家 怎么去算这个剂量 对对 哦 这很重要 因为 呃 如果大家听了节目 就去买了 然后就是唇剂 就一抹就 皮肤过敏 皮肤过敏 应该会很过敏 哦 好 了解 所以 刚刚类似所谓的 我们说3%的剂量 就是10滴 真正薰衣草 10滴的 茶树 茶树 然后20ml的 植物油 20ml的植物油 对 好 哇 很棒 其实像我们说的 方向疗法 这样远远看 还是有一点陌生 可是当这扇门 被推开的时候 原来里头的宝藏 非常的丰富 而且对我们身心灵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最后 有没有对我们听众朋友 说一些话 方向疗法 它其实是一个 很抚慰人心的一个疗法 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从小到大 它就围绕在我们周围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一起呢 去学习认识它 然后呢 去爱上它 然后我们就可以运用它呢 来照顾自己 和我们的家人 创造属于自己的 方疗的生活 嗯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瑞玲老师 我们大家都听得出来 瑞玲老师的声音 非常的温柔啊 再加上方向疗法 嗯 整个身心灵的感觉 都完全不一样了 也希望大家 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 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瑞玲老师 谢谢大家 调笑如席 一少年 王正芳著作 亲爱的听众 您好 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回忆录的第二部 叫做 调笑如席一少年 前言 我的同学 是位神经内科专家 有一次他提出警告说 我们再老下去啊 就会痴呆了 哪有这回事啊 我自己觉得 记忆力超强的 经历过的事情 多数都还记得 有些细节 能历历在目的那样子 就好像同电影画面一样的 在眼前 一一地走过去 老同学问我 那么你昨天中午 吃了什么 哇 苦苦思索 怎么样也是 想不起来呢 二十多分钟之后 我得到了一个答案 但是 还是不大确定 于是他微微冷笑说 这个迹象很明显了 你已经有大脑老化的象征了 我 我 我赶快说 那只是我大脑随机 获取记忆时间比较长 英文叫做 Memory Random Access Time 可是人家是神经内科专家呀 他说 大脑逐渐衰老 比较久远的记忆啊 还是一清二楚的 眼前刚发生过的事情 反而会模糊起来 那可怎么办呢 专家摊开双手 不做解答 做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嘿 那副德行 简直是欠揍 可是人家是权威呀 能不相信他吗 趁着记忆力 还没有明显的减退 我觉得其实 他是很旺盛的 你看 二九三七九 是我小时候家里的 老电话号码 我就应该抓紧时间 写回忆录吧 于是就很有纪律的 认真写作 这可是一个 有趣的过程 在过程里面 往事在眼前呢 就活灵活现的 一遍一遍的重演起来 我就迫个基带的 把它写下来 我经历的成长岁月 物资极度的匮乏 政治上风雨飘摇 它是我们走过的时代 如今许多人 已经不大清楚 那段日子了 可是不能忘记它 否则就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来的了 那时候我们怎么活着呢 我们玩些什么 学些什么 那个趣事 多到写不完呢 写了好几篇 请我的朋友批评指教 大概我问的人呢 都是宅心仍厚的 善良之辈 就不断地按赞 说好有意思 于是不敢藏私 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 下面是我回忆录 调笑如析 一少年的第一篇 台北本是我的家 南腔北调好热闹啊 我坐在窗口发呆 像傻瓜似的进入冥想 在想什么呢 隔壁巷子新搬来一家人 那家人的女儿 好像同我差不多大 为什么她笑起来 那么好看呢 巷口有人吵架 我穿上木机 冲到门外去看 看见一位摩登少妇 和三轮车夫在征车废 言语不通 各说各的话 那位车夫急起来啊 台语的三字经啊 就频频地出笼了 少妇开始听不懂 后来他知道那什么意思了 他气得胀红了脸 突然他以纯正的山东烟台话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这个台湾人 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这台湾人 哇热闹了 这种场景啊 在我们家附近每一天都有 我们家在台湾的第一个地址 是台北市古厅区龙口里 重庆南路三段十四项一号 左右都是青衣色的日本木制房子 拉动式的门窗 打开纸门四处就能通风 还有个花木浮树的小院子 我最喜欢逛着脚丫子在榻榻米上跑 左邻右舍多半是从大陆来的南枪北调人 你看斜队脚的董家他们讲福州话的 再过去一家小州的母亲 他常常从窗户口伸出头来 用江苏北部的方言大喊 小八子吃饭了 叫小八子吃饭了 对门的李家 不论老小一开口就是标准的山东激难腔调 说四川话的有好几家 他们有时候就听不懂广播电台播放的相声 就问我这个从北平来的孩子 他们都在江撒旧 我说侯瑞亭刚才说的 我们说相声的都是狗仙门帘子 全仗一张嘴 还有位老先生挑着担子 用一根筷子敲打成这茶叶蛋的铁脸盆 在箱子里边走边叫卖 天经口音十足的 他说五行的茶叶蛋呢 他的茶叶蛋卤汁特别的香 他出来绕两圈就卖的光光的 再过去家住了个大老美 他叫Dr. Roland 据说是位大学教授 见了人就大声用英文打招呼 我听了好久 我才知道这位杨教授 在那试着说中国话呢 重庆南路三段的马路非常宽 那时候三段跟二段还没有连起来 来往的汽车不多 脚大车跟三轮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路边有一道既宽且深的水沟 不时的有小孩 自行车三轮车就空通掉进沟里去了 很多国语日报的同仁呢 就住在这附近 大家叫这一代做国语胡同 社长红颜秋拜拜就住在三段十二巷 梁拜拜是我们总编辑 住在隔壁的那条巷子里 走到巷子口过了马路 就是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委 和荣拜拜的家了 晚饭以后坐在窗口 携母亲交代的几页大小凯 我努力做用工的样子 其实已经困到睁不开眼睛了 经常就有位高大身影出现在窗口 他声音低沉地问我 爸爸咧 这是和荣拜拜来找父亲谈事情了 两个人通常会聊到深夜去 重庆南路三段的尾巴 有两户距离不远 都是门禁森严的大房子 小孩子在那两家大门前玩耍 就有穿制服的年轻人出来 贺令我们快点走开 后来才知道 那是海军总司令贵永青 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两处 官邸呀 有一年的出席夜 家家户户照例地放鞭炮 有一次那个炮掌声太响了 把所有人的小孩都吓哭了 对门小李的爸爸 他官拜陆军中校 喝酒喝得很多的 冬天他也是上身吃过 穿着内裤就跑出来了 大声地说 安庭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他们在放练法的机关墙里 第二天小孩子们 在大水沟捡到好多根子栏壳子 小李的爸爸判定那是官邸的卫士们 除旧碎的时候找乐子 半夜里看四下无人 就以冲锋枪朝着水沟 扫射起来了 和谁结婚 适合哪个职业 能活到多久 常常和我们的基因有关 如果某一天 人工智慧掌握了人类 基因所有的资讯 并且分析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欢迎收听斯塔克实验室 我是家豪 大家好 我是萌萌 萌萌 上次那个 叫你看的那个漫画 你看了吗 有 后来有看了 你后来看了 那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 这个题材蛮有趣的耶 真的哦 这种科技类的漫画 还是有好看的 应该是说 这跟就是生活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会觉得它有趣 哦也是啊 没有太 就是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 对它如果这个漫画就是跟你讲科技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没兴趣 就是跟我没关系啊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观众介绍一下 跟我们人类生活结合的一部漫画 对然后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 之前嘛 前阵 已经出蛮多记的一个美剧 叫黑镜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看 其实那一部美剧蛮红的 它也是 它很多架空世界 然后也是科技 然后来跟生活做结合 然后但是 比较不一样的是 Black Mirror就是常常在反映人类的一些黑暗面 然后它那部戏啊 就是大胆预言 未来人工智慧 或者是科技影响到人类的生活 然后来跟大家说 它科技可能也不是这么美好 但是我觉得跟我们之前 EP3的时候讲的一样 其实最终还是因为人类 滥用这种科技啊 所以导致于迫害到人类自己 那我们要讲这部漫画 I Mentor 它其实是一个系列故事了 它每一个里面的单元 都可以独立成一个章节 虽然它有主线 但是它还穿插了很多 就是人类 小人物的故事在里面 很像一个短篇小说的合集 但是它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 一个叫I Mentor的一个黑科技 Mentor就是导师的意思 导师啦 那加I就是用机器人 当你的导师的意思 AI的导师 对 没有很高级 没错 AI的导师 那这个I Mentor呢 它其实就是会采样 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 人类它基因所有的资料 然后并且分析 然后给人类一些建议 比如说 你跟谁结婚的适配度 你跟谁成为男女朋友 的适合程度是多少 对没错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整个漫画的大架构就是在这个黑科技之下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集 第一集发生的事情 然后让大家就是入坑吗 入坑 那你要不要讲给观众听 好啊 我讲哦 好啊 你讲 那就是它那个漫画啊 就是故事是说 架构是在日本 多年之后科技很发达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发明出了一个 I Mentor 然后它就是长得像平板电脑一样 但翻很小 像手机一样 那你就可以问他很多事情 然后男主角呢 他就是升上了国中的时候 国内就开始大肆的 就是流行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反正是政府开发 就是分配一人一台这样子 然后刚拿到的时候 同学就觉得 哦 很新奇 很好玩 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这样子 有时候那个手机拿起来 不是就会问那个Siri 问说哎天气怎么样 他就会告诉你天气怎么样 反正那台机器就是小虫 天气怎么样 大到就是你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都可以问 都可以问 通通都可以问 然后呢 那反正就是那时候班上同学 就是拿到就很新奇好玩 然后所以就开始在 胡乱的测试这样子 然后同学就帮他跟那个 就是帮男主角 然后跟班上的一个 就是比较不起眼的女孩子 就配对 就是这种事情很常有吧 就是 对啊 就是在班上乱把某些人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像那样子 然后所以说 他的同学也做了就是相同的事情 然后就一测之后 发现就是他们两个人 就是 就是 那叫什么 契合度是吧 契合度呢 是百分之一百 对没错 就是百分百 然后所以 就是他就被班上的 就是比较坏心会恶作剧的同学们 就嘲笑了一下这样子 就是哎呦 班上都会有这种人啊 就是哎呦 你跟那个 要讲丑女吗 其实女主角也不丑 就是朴实乌华的点这样子 就是嘲笑他跟他 就是哦 你们很适合啊 这一期啊 这样是不是 对不对 然后男主角就觉得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 国中生应该都会不好意思吧这样子 然后反正就是男主角在那个时候 就是狠狠的 就是拒绝了这样子 嗯 就觉得说这什么鬼东西 我才不要相信这个呢 虽然就是嘴巴讲着他不相信那个机器 但是毕竟也刚拿到嘛 他也就是想要测看看 所以呢 他就测了梦想中的职业 那他从小就很喜欢看小说 所以呢 他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他就去测了说 他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小说家呢 那结果机器出来的数据是3% 然后他就觉得内心大受打击啊 虽然就觉得非常的失望 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 但是他后面 也是慢慢的习惯了使用这个机器 因为这个机器呢 他就是会给他一些 比如说读书上的建议啊 就可能说制定一些就是读书计划 那他就是遵照这些计划 也确实的提升了他的分数 那也确实考到了不错的学校 那他就更相信这个机器了 那以至于他后面就是 在就业的时候也是凭这些机器的 这个机器的建议去行事 所以说他也找到了一个 对他来说就也算适合 虽然不是当初梦想的小说家 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也不错了这样子 他在这里工作也觉得还OK 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所以总而言之他人生呢 就变成就是都靠这个机器在决定 那他自己也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好 反正他就是照着机器的指示 然后过着很安逸的人生 然后后来故事的推进就是说 他已经已经出社会了嘛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就是联谊的聚会上 然后认识了新的女孩子 然后他跟那个女孩子的那个适合度是91% 那所以就是在同事的鼓噪之下 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就是因为他们的契合度是91%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 那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感觉当然是也很好这样子 毕竟他适合度有91% 然后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的那个女友就跟他提出分手的要求 然后男主角就觉得 啊 怎么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 然后结果那女生就跟他说 啊 因为我已经找到 跟我契合度92%的人了 所以我要跟你分手 我要跟那一个人在一起 然后男主角也觉得 什么 就为了这个1% 总而言之他就被甩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伤心 虽然才一个礼拜 但还是会觉得难过这样子 然后他就去酒吧买醉了 然后他在酒吧买醉的时候啊 就遇到了就是以前他的国中同学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跟他就是适合度100%的那位女性 然后他们就是互相认出对方来了 然后就是也聊了天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女生就是诉苦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他们一夜勤完之后呢 他们就是还有保持联系这样子 对男主角来说 哦这个人就是以前曾经跟他是 适合度是100%的人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继续保持往来 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了解对方 就觉得哇他跟我有好多共同点哦 他跟我一样都好喜欢看小说 然后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来往 就越来越密集 然后最后也发展 就是像情侣一样的关系 就交往 交往了之后就是通常就是 可能大部分的状态都会迈入那个同居的阶段 男主角就觉得说就是也想要 就是迈入同居的阶段 但是他就是有开口邀女主角 但是女主角就就是总是会跟他推迟 就是虽然觉得心里很奇怪 但是就没有再提出就是这个要求 然后有一天呢 他突然心血来潮的 想要再测一次 他跟女主角的适合度 然后他用他的I-Mintor要测 但是呢 那个机器上面就是显示说 女生就是 他就把这个功能给关掉了 所以他就测不到 他就有问女主角说 诶 你怎么把这个功能关掉了 然后女主角也是跟他说 好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啊 没有必要再测了吧 就是糊弄他嘛 这个要说糊弄吗 还不能说糊弄吧 好不管 总而言之就是先敷衍他了 男主角就趁那个女主角睡着了之后 就把他 就把女主角的I-Mintor解锁 解锁之后呢 然后他就再测一次他们的适合度 然后就测出来 却只剩下3% 然后他就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 以前他们国中的时候 测明明是100% 为什么现在只剩下3% 然后在他感到惊讶的时候呢 女主角就已经醒了 然后 被抓包了 对 然后女主角就 问他说是 在干嘛 什么之类的 因为男主角还沉浸在很震惊 的情绪里面 然后他就问女主角说 为什么 只剩下3% 我们以前不是100%吗 这个人就是小说看很多嘛 所以他甚至就想说 就是这个女主角是 可能被别人替代吗 还是什么样 还是这个女主角 不是真正的女主角什么的 当然就是 什么 科幻小说看太多 后来呢 他就直接 问女主角说 你难道你不是女主角吗 女主角就说 我当然是女主角啊 大家跟他解释了说 为什么只剩下3% 反正女主角就说 因为他先天基因 有缺陷的关系 他这种剩3%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 三年之后就死掉了 就是或是活不到三年 他就要死了 所以他不管跟谁配对 都剩3%这样 男主角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震惊 对啊 他就非常的震惊 想说那我几款待机 就像韩剧一样 每次女主角就要得着血爱 就要死掉了 又是血爱 对啊 就是韩剧女主角说是这样 然后反正他就很震惊 女主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女主角还告诉他说 因为这是基因的缺陷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猝死 所以也没有药医 然后男主角就觉得很绝望 然后后来女主角也跟男主角坦承说 其实自己国中的时期就非常的喜欢他 就是默默的喜欢 男主角他就很喜欢小说嘛 所以他就是常常会泡在图书馆 因为女主角喜欢男主角嘛 所以他也很清楚就是 他都常常去图书馆啊 默默的会注视对方 然后他们之前不是在酒吧相遇嘛 然后那个是因为女主角就得知自己 可能随时都会刷 刷起来 然后所以他就会想说都要死了 想要放手一搏之类的 用放手一搏对吧 好不管 然后反正他就是觉得就是 好那我要找到就是 我心里面暗恋很久的男主角 我希望能够接近他 如果可以坦格恋爱就更好了 就是我此生就足以 就没有遗憾了 什么时候死掉都可以 漫画里面没有交代他 为什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个酒吧 不知道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 他们就是在 果然在酒吧上遇到了 然后遇到果然他们也交往了 所以对女主角来说 就是他的心愿已经达成了 然后现在刚好又被男主角发现这个秘密 女主角就觉得说 那既然你都发现了 我的心愿也达成了 那我们就我们就此别过吧 然后所以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说了再见 然后就消失在他的生命中了 就是把所有可以联系的方式通通都断掉 比如说搬家啦 换手机号码啦 把email换掉啦 之类的 消失人间就对了 就有人间蒸发 人间蒸发 对 就是人家不是很讨厌分手 就用人间蒸发这种吗 发讯息都不会 然后他就用人家最讨厌的方式 消失了 那女主角消失了之后 男主角也还是继续用着i-mentor 在过着日常生活中 就是算一种麻痹自己吗 还是什么的 那反正他就是回归日常了 回归日常之后呢 反正就是会参加一些 饭局啊 联谊啊 什么的 然后当又一次出现了就是适合度90几%的女生之后 然后那女生就问说 那我们很适合耶 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啊 然后男主角就以为 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照着i-mentor这样子过下去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 他就觉得 虽然我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孩子 他的适合度跟我是90几% 可是 在他的心里 他还是很爱女主角的 虽然适合度只有3% 但是他忘不了他 所以呢 他就拒绝了那个眼前那个90几%的那个女生 就看他说我跟你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我心里已经有人 然后拒绝之后 他才突然就是大侧大悟嘛 就觉得啊 对就是啊 我怎么这么傻 我怎么现在才想通 我爱的就是这个人啊 怎么会因为i-mentor上面显示了3% 我就放弃了呢 但是这个时候醒悟吼 是有点晚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前面女主角已经人间蒸发了很久 男主角他就觉得我要挑战不可能 他呢 就把他跟女主角 这段相遇的故事 写成了小说 那他小时候 小说家这个职业 也是3% 他跟女主角的适合度一样 就都3% 所以呢 他就把他们之间的故事写成了小说 然后没想到 畅销耶 他就真的变成小说家了 然后有一天 女主角进书局的时候 就听到路人在讨论就是 比如说星瑞小说家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好奇之下 他就翻了那个那本小说 发现就是在讲 他跟男主角之间的故事 然后也发现 写这本小说的 就是男主角啊 于是他就非常的感动 他就要跑去男主角家 见男主角 就刚好遇到那个 要出门倒垃圾的男主角 这么刚好是不是 对这么刚好 就是男主角也很有心啊 他就是一直都没有换过地址 就一直在那里等他 他不能换啊 他换了女主角就找不到他了 对啊 所以我才说他很有心啊 然后后来他们见到面之后 就不顾一切的在一起了 而且在一起结婚之后 女主角也没死 对就是一个 人定胜天的故事这样 虽然机器显示的是这样 但是如果 人类就是有心 有心的话 就还是可以 化不可能为可能 结束 结束 觉得这个短片故事 最后是要告诉我们 人定胜天 妈 对 然后后来 我们在我们很感动的时候 就转移到政府单位 就说这一切都是 政府故意 释出来的假讯息 因为他要给 人类一个希望 就是 就算数值很低 就是还是不要 轻易的放弃 就是还是会有数值很低 让你成功的例子 就奇迹啊 想要制造出一种奇迹感 你知道 没错 没错 他就是要让人类 就是让民众 有一种奇迹感 不要放弃 不要看到数字就放弃 所以政府那是 就是男女主角 其实背后的数字 还是百分之百 但是被政府创改成三percent 然后导致他们 让男男主角 就是写出这本小说 然后真的在一起 变成真的名人之后 然后还大肆宣传这件事情 整个让大家知道说 哦原来 人定胜天啊 那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 就整个被控制的更死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真的有被控制到吗 他给你这个东西 看到那些数值 你就会相信这些数值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代表 如果他背后是有政府 在做操作 就代表说政府 希望操纵他的人民 去做这些事情啊 那如果说今天 有一个例外出现的话 那可能使用者 就会觉得说 虽然他显示的是这样 就是显示的配对数值很低 可是我觉得 我可以试试看 然后这样就不听政府的话 如果大家都不听政府的话 这个东西对政府来说 就不是一个能够良好 管控民众的工具 我是这么觉得啦 你只要数值高的时候 他们大家都 人类都会好好的遵守 但是数值低 你会抱持的希望啊 可是他会帮你 排某些东西数值高 就是希望你要 往那个方向去走啊 对啦 但是如果你不往 那个方向去走 你偏偏对一个数值低的 非常的有兴趣 你就是脱离了 那个掌控了不是吗 但他想要给你这些东西 他给你这个iMentor 就是希望你可以依照 这个机器给的数值去做那些事情 他希望你做那些事情 所以他帮你把那个参数 这边的参数调得很高 那就你要做这边 可是你不要嘛 你去做那个 他显示参数低 他不希望你去做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控制人民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慢慢的在做实验 因为这个实验也是科技出来 十几二十年后才出现的第一个实验而已 反正就是政府故意设置的实验啦 对啊 他们政府故意设置的实验 但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听到故事的核心 就是科技会对人类的一种寻话训练 大家都要听科技的话 好像蛮可怕的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 就是在这个漫画里面的那个机器 i-man的啊 你觉得现实世界真的有办法做出这种的东西吗 这种AI做得到吗 我觉得有点难度耶 因为他漫画里面的准确度 或者是能分析的东西太广泛 太多太可怕了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人类的资讯全部收集 像漫画里面他们说把基因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嘛 嗯 那以现在人类的技术而言 就是我们要解决什么疾病啊 什么自从DNA的基因分析没有错 对 可是这些资料完全没有办法来判断 人类的个性啊 或者是他适合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资讯还非常非常非常的遥远 甚至连边都还看不到 哦你这意思是说 虽然可以收集有关他基因方面的资讯 但是这个资讯大部分应该是拿来用在所谓的健康状态上面 跟这个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关系 对现在人类在基因就是摄取资讯来说 还是比较偏外形啦 比如说我可以我们可以从基因组来看说 啊这个人是黑头发 还是黄皮肤 还是他有什么基因在里面 那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可能可以推敲的出来 你是说那个我们小时候自然课 有没有什么耳垂分离 还是耳垂黏起来的那个吗 对 就是显性隐性的那个吗 对不对 对那要推测到什么跟什么适合 这个太夸张了啦 就是漫画的这一部分实在先进太多 就还以你的问题来说就是 现实生活中还不太可能办到这个部分 哦 那你觉得未来有可能吗 就是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像这样吗 我不是基因方面的专家 我是我是搞人工智慧 因为这个部分以漫画来说 还是需要生物或基因检测方面的专家来判断 但是以我以我自己来看 我会觉得不太可能 我会觉得比较偏科幻的部分 这本来就是科幻的漫画没错啊 对有资讯的话机器当然可以帮你算出来 可是问题就是问题就是这个资讯不太可能拿得到啦 哦 对啊 比如说你要当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主角 他要当小说家 那到底什么东西是跟什么东西可以判断 他适不适合成为小说家 诶对 基因要怎么看出来 对啊 这就是一个很很难的问题啊 因为如果你说 呃 他适不适合当运动员 哦 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哦 因为比如说 黄种人天生爆发力不好嘛 那就会说他适不适合 就黄种人适合度就可能很低 哦 你看NBA99才一个零输好 很低啊 但是还是有可能可以啊 哦 像你刚刚那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解读他基因上的资讯 那比如说像 如果说他想要成为运动选手的话 那他可能要势必能够很高 或者是很壮 很高啊爆发力 爆发力好啊 对啊就是这些因子 那他解读他的基因资讯之后发现这个人其实以后是长不高的 那他可能就不适合当运动员之类的 或者他就是天生瘦弱 他就是长不壮的 那他也不适合当运动员 像是这样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 我觉得可以 但是像主角的那种小说家那可能就是 基因真的是没办法解读 当小说家 身体状况又没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小说家比较难啊 除非他说 除非他检测主角就是天生注意力不集中 他没有办法一直写 写作文 哦对 这个有道理耶 不然 但是对啊 不然很难说 你适不适合当一个小说家 我觉得这个第一篇比较 这篇比较吊诡 对啊成为小说家可能就是要有 专注力嘛对不对 所以他很过动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这也是我要讲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需要预测 斯塔克行事也是在预测嘛 那这个iMentor也是帮你做一个预测 说适不适合 但你要做一个预测的时候 要为你检测的东西做很多功课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检测出来说你适不适合 这就很难啊 所以我才说 如果要像iMentor一样 什么都做 什么都可以预测的话 什么都可以配对 太难了 因为每一个功课 每一个细节都要研究很久 像职业就百百种啊 对啊 对啊 那做一个这个就超夸张的 那人跟人的配对又是要怎么扯 谁知道 嗯 对啊就很难啊 蛮难的 到底什么跟什么是适不适合 像漫画的剧情说 他们的兴趣很合适 无话不说 但是谁知道 因为你的兴趣跟那个培养是你原生家庭出来的啊 或者是你后天再培养出来的啊 跟你天生的基因没什么关系啊 对啊 我就觉得这边比较浪漫一点啊 哈哈 应该很难 很难看基因 然后就知道说你以后的兴趣是什么吧 有这种事吗 我也觉得很难 你看有很多小说 狸猫换太子 还是什么 那个原本生在好家庭 结果被抱到不好的 就掉包之类的 那个跟基因没有关系啊 那他们生长出来的个性就差很多啊 诶确实诶 有时候就是 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电影或者是小说 有钱人家的小孩子 跟穷人家的小孩子互换 对啊互换啊 有时候会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 然后就会 改变这个小孩子的个性之类的 对啊 而且你看 那原本可以在好好的家庭 你生在好的家庭 你的兴趣或什么都是比较高档的 对 那可是如果你们没有钱的话 就什么都不能做啊 就是比如说生在富 富有人家里面的小孩子 就会比较 那个 没烦恼啊 无忧无虑的长大啊 被父母呵护啊 就不知人间疾苦啊 没错 然后在成人家长大的小孩子 那可能就是 很辛苦啊 就是要做很多家事啊 或者是 有办法打工的话就要去打工啊 这样才有家用啊 什么的 那如果说 父母亲是很优渥的家庭出生 他们生的小孩 也会有那种 也会有那种气质吗 我觉得这些东西跟后天的环境比较有关 跟生教比较有关吧 就是那一类的 对啊 跟基因比较无关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很谢谢大家这一次的收听 那如果对iMentor 我没有业配 有什么看法 不是业配 对不是业配 对于这种科技漫画 有什么看法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希望大家多订阅分享 到我们的FB按赞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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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猪姐姐的故事游乐园 单单的动物好朋友 小偷的地图 炎热的夏天 悄悄地离开 秋天的脚步轻轻地走入了青青森林 秋高气爽的日子最适合户外踏青 乌龟阿布 麻雀渣渣和松鼠小乖 一块儿到了河边玩耍 你们看 河水好清澈 嗯 真的好漂亮啊 在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小鱼们游来游去的模样呢 就在乌龟阿布 麻雀渣渣和松鼠小龟 你一言火一语地讨讨论的时候 忽然 一阵微风吹来了一张纸 喳喳快速地用嘴咸住了纸 你们快来仔细看看 这张纸好像不是普通的纸 嗯 上面画的好像是地图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一张藏宝地图啊 可是上面又没有画藏宝的地点 嗯 我倒觉得这张图比较像是路线图 你们看看这里 这个地方不就是青青森林的小河吗 喳喳这么一说 好像倒真的有点像 不过为什么有人要画路线图啊 难道是怕迷路吗 可是住在森林里的动物对于每条路线应该都是超清楚的 为什么需要路线图 嗯 啊 我知道了 这一定是小偷的地图 哦 小偷的地图 哦 我觉得小乖的推断很有道理耶 因为住在青青森林里的动物根本就不需要地图 就算是从其他森林来的动物 他只要张口问一声 自然就可以知道路该怎么走 应该也不需要路线图啊 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可是这张图上除了这条河外 其他地方看起来都不像是青青森林啊 那到底谁才是这张地图的主人呢 大伙被那张小偷的地图搞糊涂了 到底是谁遗忘了地图 他们打算在青青森林里头进行什么秘密计划呢 因为得不到任何结论 大家决定先收起那张小偷的地图 再好好地调查调查 几天后 夜露小米的话 让松鼠小乖更加确定发现的那张地图是小偷遗落的 诶 小米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都快气炸了 青青森林出现了一个可恶又贪心的偷鱼贼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偷鱼贼 怪不怪是隔壁森林里的猫奶奶啊 不可能啦 猫奶奶才不会到河里去捕鱼 我发现河里的鱼最近真的减少了很多 那一定是其他的动物到河里捕鱼了 没错 再这么下去 河里的鱼很快就会没了 那些鱼到底是谁捕的啊 啊 小偷的地图 小乖 你的意思是 那张地图就是偷鱼贼不小心留下的 没错 一定是这样 说不定我们按照那张地图 就可以找到那个偷鱼贼哦 于是松鼠小乖和狐龟阿布 决定照地图上的路线去寻找偷鱼贼 首先他们回到了河边 不过地图上除了青青森林的河流之外 其他的地方大家全都不知道在哪里 或许这是小偷故弄寻虚的做法 我看我们先在这附近找找吧 乌龟阿布 麻雀渣渣渣和松鼠小乖在发现地图的地方仔细地找了找 结果发现了一片羽毛 诶 这个羽毛到底是谁的啊 喳喳 你应该比较清楚哦 一根羽毛上有粉能够防水 那么应该是能够在水中活动的鸟类 是鸭子的吗 也不对 白鹅 也不对 到底是谁的呢 到底那是谁的羽毛 想了半天得不出结论 后来大伙决定向其他的动物打听 看看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陌生的踪影 住在岸边的青蛙妈妈说 最近河里头的青蛙和鱼类 全被一个扁平大嘴 脚黑黑 脸也有点黑黑的大怪兽吃掉了 而住在土里头的小蚯蚓 则说 这两天他常看到有个全身雪白 脸黑黑的大飞鸟 在河流附近诡异的飞来飞去 难道偷鱼贼就是黑面皮鹿小黑 小乖你先别着急 我们得先找到小黑 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夜路小米的指引下 大伙到了海岸附近的沙洲和浅滩 因为以鱼类昆虫和两生类为生的黑面皮鹿 大都会栖息在那里 大伙一眼就瞧见了黑面皮鹿小黑 他正在哭泣 小黑你怎么了 该不会是偷吃鱼被抓到了 所以难过的哭了 才不是我又没有偷吃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因为我的地图不见了 每年冬天我们会从北方来到这里 准备度过漫长的冬天 春天一来我们就会离开 可是 可是前几天我发现了我的飞行地图消失了 现在我很担心回不了家 哦 原来那张地图就是你的啊 我就告诉小米 根本没什么托鱼贼 害得大家虚惊一场 因为远来的宾客 黑面皮鹿 所以河里头的鱼虾减少了 这让夜鹿小米和其他的鸟类 在觅食的时候产生了一点困扰 不过基于来者是客的道理 大伙决定大大方方的招待黑面皮鹿 因为明年的春天 黑面皮鹿小黑跟着伙伴们飞回家乡之后 到时他们又能够大快躲鱼了 丹丹爱笑 爱旅行 爱交朋友 蓝天碧海汉绿地 处处都有丹丹的好朋友 今天是谁来报到呢 是千里迢迢来过冬的黑面皮鹿小黑